今天是正月初六 我爸又换上了干活穿的衣服 爸你那事干净的衣服只穿了五天半 啊穿了五天半时间也挺长了 我昨天上你打救驾 你打救他们初战就商商干活 咱们这个地区吧 一般是过了初五就属于破 初六这些老百姓啊就全部商商干活 哎把羊出来了 没事没事 我以后再赶进去 赶进去 我把这些都捣了 今天把羊卷收拾一下 过年这几天羊卷都没收拾 哎呦碰头了 今天给羊喂的是花生案子 是我们秋天拔花生留下来的 留着冬天给羊吃 啊一会再喂着冰冷素叶 嗯两下掺乎的吃 嗯 给羊印的是我们年前冻的豆腐渣 爸看这羊的大肚子应该也能下两个羊羔子吧 咱们这奶药按正常情况下 他能下两只上个羊羔 下一个很少 哦 那下完以后咱们可以挤羊奶了吗 下奶了之后 现今这个羊仔日词 嗯 准备到过两个月之后 完了之后咱们还可以 咱们进来喝 哦 那这羊奶能挤到什么时候啊 能挤到什么时候 只要是这个大母羊他不怀孕 嗯 咱们就可以喝 嗯 如果要是怀孕了之后 咱们可就一点点他的奶他就少了 嗯 嗯 真是越来越期待了 赶紧下吧 不然把孩子生日都憋小了 一会儿要去我家后山拉一趟磕子 先把镰刀磨一下 这块磨刀石也是我家的老物件了 哦 这个墨石啊 是您顾爷从凤城没坏废回来 嗯 后来之后啊 你顾爷去世之后 你表属啊 就把这个墨石送给我 嗯 嗯 那这边是你顾爷用的 这边我用的也差不多有十来年了 那这块磨刀石可值得好好保存啊 啊 这些墨石到自嫌到不自嫌 不过能顺呢就得需要这个东西 嗯 嗯 墨镰道瓦墨斧的墨拆道都得用这个模式 嗯 只能把车停在这儿了 因为上面有冰湖 山路的旁边就是山泉水 嗯 废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是上来了 这种树枝就叫做磕子 是从这果树园里清出来的 这磕子是别人给我们夹的 爸他们为什么给咱们夹呀 他们没有时间 他们把时间都投入在这果 这是咱们果树上 嗯 嗯 这点活啊 咱们童年就没拿把它干 可是咱们童年都干嘛 对 收手就没泪 拖到现在 咱们拿回去烧火 过两天我们家山上的火也开始忙了 所以趁着把这些弄回去 哦 咱们咱们前进的收拾啊 又得半月 半月时间啊 嗯 又得半月 所以趁着这机会赶紧把这 点活干 嗯 多拉几趟回去 我爸已经捆好了一捆先落下去 好 就别担心 晒 我过的 还可以 月儿凝风而起 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 你不是来世太伤心 直到我睡觉 我从而遗忘 这颗子太长了 不好装车 我爸给鞠成两截 你又心里 从容的忙忙碌 你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 太阴气的人 他总是不满足 不值得不愿 停下远行的脚步 望着高高的天 走了长长 这些能烧一个月吗 烧不上 有些能烧十天左右 它这熟一炙 它就是起到烟火 饮着的时候和烧大 这是我见过马的最漂亮的大柴舵了 爸这大柴舵是谁家的 这是下面咸出落里的家 他干活就这么板着 他马这个大柴舵 也是凉三天 你就别担心 其实我过得还可以 还不动吗 还不动 说你们弄这大柴舵干嘛用啊 在那红松玛的 好动啊 那来年什么时候加急 我问他 来年就是说 第三将是吧 第三将是吧 那就是动地将 对 我们帮你拆了去来 开不动 我准备一个房子 什么 高贵 高贵 太累了 这年要年年哈 他都搞那个什么 高柳柴里弄 嗯 他都在弄 到处的柳柴 这么样的弄柳柴 这个高贵我一掐 这个弄多少够用啊 这个 嗯 准备到八块 八块 八块 八块就够了 这我们和桃水冻的大后冰 嗯 这这么火啊 你又开了一块 真的 一块 你看看小的 头一块是正的 这块都大 拿两高点啊 好点能够出来 哦 用这个绳子 把这块鞭给套上 然后拉上来 看这鱼都冻冰的了 你要是弄上来 我们就可以弹上来 好 把这一车磕子 放在我家包咪杆的旁边 灯攒剁了 我爸再给剁成柴火剁 就像这个一样 妈妈 爸爸说这是宝贝 怎么这么噁心 我看着也好难受 找不懂爸爸